妈,我听说咱们老家拆迁款下来了,有这回事吗? 女儿,你消息可真灵通啊,咱们家赔了三百万,昨天刚报账,你问这个干什么? 妈,你也知道,我们家还欠着很多房贷,你能不能先给我一点,把房贷一次性结了,这样就能省下很多利息了,你看可以吗? 女儿,你想什么呢?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怎么还想着回来分财产了?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?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,怎么还有脸惦记娘家的财产呢? 妈,你这话也说得太难听了吧,我虽说嫁出去了,可我的户口还在这里,这赔偿款比应有我的一份,难道不是吗? 再说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条件,本来我老公家条件就不好,婚后凑钱买了套房子,以至于背了六十万的贷款,这几年我们虽然也很努力,但也只是背水车薪,远远不够还房贷的,压力真的太大了,所以能不能给我一部分钱让我先把房贷还了,这样我们就不用这么累了。 你们挣不到钱,只能怪自己没本事,怪谁啊?这笔拆迁款是我们的,和你没关系,你就别白日做梦了。 妈,你怎么能这样呢?不管怎么说,我也是你女儿呀,你就分给我一点吧,房贷还一点是一点,不然凭我们现在的情况,真的不知道要还到什么时候了。 况且,我户口还在娘家,这钱也是我应得的,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个女儿这么刻薄呢? 这钱是我的,我爱给谁给谁,你管不着,你就别想了,我是不会给你的,都是嫁出去的人了,我怎么可能把钱送给一个外人,你还要不要脸? 妈,我嫁出去就不是你女儿了吗?我不要求给我多少,但多多少少总得分我一点了,我只要把六十万房贷给还了就行,你一分钱不给我有点收不过去吧? 小云呢? 整天嫌弃你弟弟没本事,还一直闹着要和你弟弟离婚,我们为他们的事真是操碎了心。 前段时间他还放狠话说再不买套大房子,他就带着孩子回娘家,以后都不回来了,他可真是一点道理都不讲啊。 小居是虽然小了点,但总归是新房子啊,可他就是不依不饶非要买大房子,你弟他现在过得可别去了,所以你也要体谅一下爸妈,这笔钱我跟你妈商量了很久,考虑了很多方面,最后决定把这钱全留给你弟弟。 不过看在你是我女儿的份上,也不能一分不给,我和你妈准备从养老钱里拿出两万给你,算是对你的一点补偿。 爸,三百万的拆迁款,你就给我两万,还说是给我的补偿,难道我就缺这两万块钱吗? 你们是怎么做得出来的,更何况我的户口还在老家,这钱本来就有我的份,你这么做也太贴心了吧。 你这死丫头怎么这么不懂事啊?跟你说了半天还是听不进去,嫁出去的女儿本来就不应该回娘家要钱,我们能给你两万就算不错了,你还嫌弃,那我们一分都不给了,这拆迁款我们是不会给你的,不然你弟妹要是知道了,她肯定会和你弟弟离婚,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? 我知道你心里不平衡,可我跟你妈以后还要靠你弟弟他们养老呢?有了这笔钱,你弟妹她也就不会再闹了,刚好可以给他们买套房子,没那么多话了,以后也能安安稳稳待在这个家好好过日子了。 爸,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,但是我们要是和弟弟他们比,可难过多了,为了还房贷,起早贪黑,可还是改变不了状况,压力大的我快喘不过气来了,你就不能为我这个女儿想想了。 到底要我们怎么说你才能明白?好话赖话都说尽了,还这么固执,说了你已经嫁人就是一个外人,好歹你还有老公可以依靠,可你弟弟呢? 他只能依靠他自己,我们做父母的要是不帮帮他,那他真的吃不消的,你弟妹他也不上班,全靠你弟弟一个人支撑的,你做姐姐的难道不应该为弟弟考虑下吗? 爸妈,你们也太贴心了吧,什么事都想着我弟弟,都为他考虑,却看不到我得付出,这些年,我看你们的日子过得艰难,就算我自己的日子过得有多苦,我还是坚持每个月省吃俭用给你们两千块钱做生活费,弟弟他们有给你们吗? 这些钱,我都是偷偷给你们的,我老公并不知道 还有平时家里不管大事小事,都是我们夫妻俩忙前忙后的,可你们却始终看不到我们的好,对我们不好也就算了,对孩子你们也是区别对待,我女儿也是你们的外孙女吧 他才五岁,还那么小,什么都不懂,每次放假都嚷嚷着要回来参外公外婆,可你们防我女儿就像房贼一样,一看到我女儿来了,一马就把好吃的好玩的都藏了起来,你孙子来了 赶紧把好吃的好玩的都拿了出来 每次你们带着俩孩子上街玩,你孙子想要什么,你们就买什么,当我女儿也想要,哪怕哭着求你们,你们也无动于衷,在你们心里,孙子和外孙女,女儿和儿子的区别就那么大吗? 一个拿三百万,一个两万,你们把我这个女儿当什么了,既然这样,那我这两万块钱也不要了,以后有事都找弟弟,别来找我 好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,真是白养你了,这种话你都能说出口,我跟你爸养你这么大,容易吗?你女儿是别人家的,我孙子可是我们家的后代,能一样吗? 说白了你女儿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,我凭什么要对他好?我的亲孙子是要继承香火的,我们做爷爷奶奶的不对他好,谁对他好? 爸妈,你们真的太让我寒心了,那就到我今天没来过吧,我走了 女儿说完扭头就走,眼泪却不争气的流了下来,她非一样的逃离了这个她从小长到大的家,心里伤心透了 老公,我爸妈真是太不讲理了,拆迁款我一分也没拿到,他们把三百万都给了我弟弟,可明明我的户口还在老家,你应有我的一份,可他们就是不给我,太绝情了 老婆,没事的,既然你爸妈这么做,咱们就当没有这笔赔偿款吧,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,努力挣钱含房贷,没必要把身体气坏了,咱们以后的日子还长得呢? 老公,你说我对他们那么好,有什么好事,第一个想的就是他们,可他们怎么就看不到我的好呢? 我又不要求平分,多少能给我一点也就知足了,不管怎么说,我也是他们的亲闺女,怎么可以如此狠心? 老婆,想开点,这其实这也没什么,老一辈的人思想比较陈旧,总觉得眼儿就能防老,咱们没必要跟两个老人计较,只要你弟弟以后能好好孝顺他们,我们也就不用那么操心了 话虽这么说,我也都懂,可我心里就是难受啊,我是真想不到他们对我这个女儿会这么绝情,不给我们赔偿款也就算了,还说给我们两万块钱算是给我们的补偿,被我拒绝了,这么做不是羞辱我们吗? 老婆,你做的对,凡事还要靠我们自己,咱们也不缺这两万块钱,这点钱对我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,以后咱们努力工作,平时省的点花,能省则省,我相信房贷很快就可以还完的 老公,我听你的,咱们以后对他们尽到本分就行了,我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他们掏心掏肺了,虽然刚才我生气说以后不管他们了,可毕竟是我父母,做不到不管不问,不过以后养老的事我们就不管了,他们自己也说有弟弟为他们养老,希望我弟弟不负他们所望吧 可没想一个月后,母亲突发心梗,在医院伺候的差事又落到了女儿身上,夫妻俩白天黑夜轮流照顾着,一个礼拜后 女儿啊,你妈这次住院一共花了二十万,这个钱就由你们两姐弟承担,一人出十万,我们手里已经没钱了 什么?爸,这些天忙上忙下的一直是我们在照顾,你还想让我们承担费用吗?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,我这个女儿在你们眼里就这么亲贱吗? 你是我们的女儿,父母生病不应该照顾,不应该掏钱吗?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叽叽歪歪的? 呵呵,好事轮不到我,坏事全是我的,你们到我是什么?当初那么多拆迁款全给了我弟弟,说我是外人没资格分钱,现在又说我是你们女儿,要我出这手术费 你们真到我好欺负了,我告诉你,这钱我不会来掏的,我只是一个外人,没这个义务,我们来医院伺候已经算不错了 你这话说的,我们辛苦养你二十多年,让你照顾下怎么了?那可是你亲妈,你怎么可以这么计较? 掏钱给自己母亲看并不是理所应当的吗?你有什么不服气的? 我知道是我亲妈,不然我们会不计钱闲的来照顾她吗?可没想到你们还得寸进尺,在你们眼里,根本没有亲情可言 当初我生女儿的时候大出血,医生都下了病危通知书了,需要交五万块钱做手术,你们是怎么做的? 既然医生不想偷偷溜走了,要不是我婆婆和老公及时赶到医院,估计我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都跟你解释过好几遍了,那天是你弟弟跟人打架出了事,我们不得不去处理事情,你也要体谅下我们呢? 怎么老是没完没了的,就着这事不放呢? 骗谁呢?我弟弟不是好好的吗? 就算有事,你们交了钱再走也不迟吧 我看你们分明没有把我当女儿看待,需要我时我必须及时出现,不需要我时就一脚踢开 算了,我也不想多说了,反正都习惯了,其实这么多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,都说人心是肉掌的 可我觉得你们的心是石头做的,我始终五不热你们的心,在你们身上感受不到一点温暖,一心为弟弟着想,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 可你住院这些天,他们夫妻俩有来照顾过你一天吗?除了打过电话,人影子都见不到 这就是你们的好儿子,你觉得会来给你们养老吗?就这样,你们还要我承担一半的医药费,你说过分吗?但凡你们多多少少给我分一点赔偿款,我也不会说不掏医药费 相反,我还把你们伺候的舒舒服服,也会给你们养老,根本不要弟弟来插手,你的信吗? 说来说去你,还是定计那点拆迁款,没给你钱,你心里不舒服,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,那三百万刚好够你弟弟买一套三居室的大房子,就所剩无几了,自然也拿不出这么多的医药费了,所以你这个当姐姐的应该和弟弟平分 妈,小云不是这个意思,她只是做个比方,并没有这个想法 哼,没有最好,不然看我打不死她,女婿,你赶紧转十万过来,把我的住院费给结了,医院在催了,我也没有要你们全出,我做事向来很公平的,你们姐弟俩一人出十万,谁也不吃亏 妈,你别把我们当傻子行了?分钱的时候怎么不说公平?你女婿好说话,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,我今天也把话撂在这里,医药费我一分不会出的,最多我拿个几千块钱给你买点营养品 你还真敢说呀,几千块钱够干嘛的,你是打发要饭的吗?真是气死我了,没想到我竟然养了只白眼狼,你就不怕别人戳你几两骨吗? 女儿呀,你妈刚做完手术,你别把她挤坏了,赶紧拿十万出来,我们把你养这么大也不容易,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呀 你们是生养了我,但是也别道德绑架我,要不是你们做出那些让人寒心的事,我会这样对你们吗?今天不管你们说什么,我都不会拿这笔钱的 行,既然这样,那你这个女儿我们也不要了,以后你也别想回娘家,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 妈,你威胁我也没用,医药费我是不会拿的,这几千块钱你要就拿着,不要拉倒,不管你认不认我,都是这个态度,就这样吧 老公,咱们走,这里已经不需要我们了 小云说完就拉着老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医院,朋友们,你们觉得女儿做得对吗?